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我是Tina 我們很久沒有跟Tina拍過片了 之前跟Tina拍片都是拍一些吃東西的片 不是啦 是騙我錢 今天不同了 今天有些事情多謝你 我今天這條影片說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每天都要去廁所 有些人去得多一點 有些人去得少一點 有些人去得久一點 有些人去得不久 Tina平時都經常去廁所 當然 我聽過她有句話 美女不合適 好奇問一問 我是美女 但是會合適 好 那你有沒有一些去廁所發生過 有些什麼有趣的事情? 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中學的時候 我學校整棟樓是忘了吃東西的 我去到Groundford才可以吃東西的 但是那天 剛巧我中午飯就忘了吃 然後就開始上課了 沒理由在課室吃的 有老師在那裡 然後我拿了一個中午飯進廁所吃 是叉雞飯 而且是雞腿沒有斬過 我就站在廁所中間那裡 拿著雞腿吃 即是你沒有進到那裡的 我沒有進去 然後我幾個同學一進來 看到我 之後都被人笑了很久 有沒有好吃一點 是很好吃的 我那時候覺得 之後有沒有再試過 拿回這種感覺 會不會真的在廁所吃會好吃一點 沒有 不會是吧? 我記得我之前說過 我這一輩都記得的 又高了 我想 好像在在玩 我就假裝駕駛電單車 只會怎麼樣 是假裝駕駛的 那樣的 也沒有撞到人 回到課室 不知哪個同學 就在老師裡告我 老師他夠膽死 將這東西寫在我的手冊上 季子弟小蜥時在廁所 裝駕駛電單車 那時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 是否真的錯呢? 只要我那天被人寫了手冊 我的家人會罵我 會打我 我會很內疚 我家人對我這麼好 我竟然瞞著他們 在廁所駕駛電單車 幸好那次 那次我家人英明 我老爸是我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他可能偷看了我的手冊 我一回來 我老爸就在那邊 砰砰砰砰砰砰 那次我家人呢 他站在那邊 這些學校呢 抹殺了那些小孩子的 創意 你坐我三年級沒人就出校了 我現在才可以這麼充滿這個創作呢 那這個就是我和Tina的趣事 但是呢 我們都是在IG上收集了一些觀眾的趣事 放心我們不會開名的 這個也挺好笑的 這個朋友呢 他就說他去過一個廁所 那廁所就是有一些感應燈的 你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亮燈 沒有人的時候他就自己關燈 就是我覺得這個很好的設計是環保的 不好的就是呢 他去廁所的時候 大便的時候 很久 那麼就耐到呢 過了他那個時間 他已經看不到他有動動 有什麼的 那就關了燈 那可能他就比較害怕 也都沒有了抽氣 這個時候他做什麼呢 他不停拍手 然後呢 他才會長回來 你不是那個人 你進去看到有一個人在廁所不停拍手 你都會覺得 幹嘛呢 有什麼那麼值得驕傲呢 有一個他進去廁所之後呢 發現是沒有廁紙的 但是他已經在去的情況下 是大嗎 是 這個男生來的 他發現旁邊有一韓字寫著 本洗手間地有廁紙供應 有需要請到近洗手盆拿取 但是這個東西呢 你坐下燒帶到的 優回一條褲子過去 或者你不優褲 你夠速度夠快 哈哈哈哈 我試過類似經驗 我一次就是去外面的廁所 那我就都問一問他有廁紙 那我就去了 去完之後呢 當我拉下來的時候發現呢 他就剩下最後一格的上下 那一刻我就 嘩 那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覺得我是不是在用什麼其他方法 brother finger 我還是回答給我朋友 喂 我不要細節拿券給我 但是你朋友多好 什麼不好呢 那我們要逛街的 我出來回來 我以為你特意打到一個位置 不是你身邊的朋友 我有一個是 又不算是有趣的 但是我值得討論的 他就說他在泰國的公廁 我一下呢 應該是男生來的 我們一半呢 有個女人進來 然後他說 為什麼他進男廁 然後看一看那個牌子 他真的是女廁 而這個女廁 是有尿兜的 哦 其他地方我覺得就很奇怪 泰國可能 我想有某些原因 但是我有去過泰國 我是沒有見過這件事的 你去泰國的女廁 是看不到尿兜的嗎 沒有沒有 可能你去過那個男廁 我去找你男生的 sorry 哈哈哈 我想問你 想陰我 嘩 我參與他算 有啊有啊 那些女廁都真的很多啊 哈哈哈 好 那就到我分享了 這個呢 我覺得是挺搞笑的 那麼他就是他媽媽呢 很喜歡半夜去廁所 不關門 不開燈 但是特別的就是呢 神桌的櫃呢 就在廁所附近的 那麼他就經常 半夜開門呢 就會見到一個白色衣服 發著紅色光的人呢 坐在馬桶上面 哈哈哈 可能就會嚇到我了 可能下次不介意拍張照 他應該不介意 他媽媽會介意 他媽媽介意 那我也有一個我覺得是小學 經常都會做的事 他就有一次跟同學 鬥快柯尿 男生 那我想他整個過程 就應該是拉褲鏈 柯尿 再拉褲鏈 他就說他們鬥快 就像西部亞洲 那去到最後拉褲鏈的時候呢 那個朋友就可能 手太快 一拉 走 就有一點沒有 但是我有疑問哦 拉褲鏈之前 不是會穿了底褲嗎 沒有穿底褲? 穿底褲有拉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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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看到底褲有拉臉呢? 我還有一個 都是發生在學生時期 就是有一次在學校 他一進了刺甲 有人黏了老師的樣子 在廁所板那裡 很抬心手 有點像我們公司 我們都是 HAPPY仔 我們都是黏HAPPY仔的刺甲 不過是公司的人來的 他分享了這個 我也很厲害 他就說有一次在廁所期間 作了一首歌 然後賣了龍偉素 我們公司的人 不是貌前 大家可以猜猜誰 其實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但由於時間有限 就不能夠全部分享 但我看到大部份 很多都是因為便秘 發生了很多東西 其實說回我們人 我上網研究過 如果我們每天 因為便秘 而用了20分鐘 在廁所裡面 每天20分鐘 一年是多少個小時? 三個六十五星 速算 是 八百多 八百多個小時 非常好 一年是一百二十一個小時 我怎麼計的 我不知道你怎麼計 不過你的風法就不要教大家了 這是錯的 每天20分鐘 一年是一百二十一個小時 如果你是有八十歲的命 你知不知道你一生 會有多少個小時在廁所上? 三十歲 你一年是一百二十一小時 七千多? 非常好 是九千七八三十三個小時 差不多了 差不多兩千幾個小時了 通常這些便秘原因是甚麼呢? 可能是因為你吃東西吃得不好 吃得快 吃得快 或者吃得很heavy 這些 或者可能因為你的大便比較硬 我自己有時候也有這個情況 還有我覺得最慘的是甚麼呢? 就是你去的時候很辛苦 特別你在拍攝的時候 如果你突然間要去廁所 然後你有便秘的時候 一來你是要等很久 整對人在等你去廁所 然後呢 看來有故事的 真的試過 還有最尷尬的是甚麼? 可能因為你的大便比較硬 你會很辛苦的 你出來了一頭汗 所以 我們講那麼多話 是為了甚麼? 就是講回大便腸通的重要性 一個軟的大便 和一個硬的大便 足以改變你一生 你想去廁所的時候 作首歌 然後賺六位數嗎? 這個時候 廣告時間 唱便簡媒 幫到你 那當然了 其實你要大便順暢 有很多方法 我們可以吃得健康一點 吃多點菜 喝多點水 沒錯 有時候一些運動都會幫到你 但是 說真的出來做事各方面 有時候要應酬 有時候我們要拍減肥日記 要拍Vlog 要吃東西 各方面你未必每天都吃得很健康 就去吃這個 長便簡媒 那這是甚麼來的呢? 陌生的 我以前做賭場的時候 經常客人都會託我幫他買 我都掉了很多次 這個其實很耐歷 還有萬寧那些都可以買 應該去藥房也有買 我之前通常幫客人買 都可以去藥房買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買 那它有甚麼用呢? 它是一粒日本的煤肝 它就不是藥丸 可以當零食這樣吃 而且也挺方便的 它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是不是真的好像零食那些煤肝 其實真的不會 不是酸的 譬如你吃肉瘦 又難得運動 想長度好一點 其實這個就幫到你了 不過是有粒粒的 還有裡面有一個草本成分 可以化解你囤積已久的硬便 將它變成軟便 很多程分都可以吃的 消化力差 胃氣脹 還有你容易累 沒甚麼精神 還有原來皮膚色澤 色澤差 還有生暗瘡 或者是有口氣 你也可以吃的 就是這樣 這盒大家有興趣 或者有需要 都可以試一試 其實它就不是藥 是好吃的 再一次多謝 這次的影片 都可以贊助我們的 你們有甚麼趣事 都可以留言好不好 再一次多謝 唱片簡媒的贊助這條影片 大家有需要 有興趣就可以買來試一試 或者你家人有需要 都可以試一試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有興趣的 訂閱Tina的頻道 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頻道 就是這樣 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家聰 話說剛剛就拍完那條影片 然後就回家了 然後呢 大家應該記得 我剛剛是吃了一顆梅 然後我發現 真的有些料到 剛剛回來 就開始覺得 咦 想去廁所 然後去了 就覺得 整件事是順暢 和很舒服的 我本身也沒有說很難去 但是 你會覺得 比平時是不同了 很快就 咦 搞定了 所以就想拍這條影片 都純粹 剛巧發生 就說一個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這樣 好 再見大家 拜拜